就掉下來了 那因為掉下來掉在海裡 那因為二膽大膽跟二膽那一帶 算比較前線一點 所以在整個死雨那一帶 掉到海裡 也不太可能出去撈 所以這件事情大概就這樣 後面有沒有影片 就看整個國防部 他們後續的一個追蹤 但我們不得不說 我們這次有很多的國民 真的這個地方站得起來 我們來談曹新成 曹董 曹董我跟他認識 算認識蠻久的 他曾經講過他的故事 他說就是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養育了他 所以讓他從台大的時候 然後後面他一輩子沒出過國 然後後來他就在台灣 然後做了聯電等等的 他的事業做得非常非常大 曾經有人質疑過他 就說你就新加坡人 但各位今天很重要 他把我們中華民國的身份證拿回來了 然後他就說新加坡我不要 我會老死在這塊土地上面 那他之前捐了30億 做了整個國防的一個增強 最近要再捐10億 他有做兩個計畫 第一個計畫是30萬名 第二個計畫是300萬名 他們希望能夠配合國軍 完成全民的一個防衛 那當然這個計畫後面要怎麼做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國防部可以把我們 全國可用的力量全部都做起來 但這當中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他這次特別有一個比較親中的一個媒體 親中的一個媒體的話 就去跟他提問 他就說就是有你們這些親中媒體 在那邊造謠啊 你還有臉站在這裡啊 真的是替你們這個媒體覺得很慚愧啊 然後後面他就說 我不回答你們這媒體問題哦 所以在台灣 我們再跟各位說一次就是說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這麼可愛的地方 我們單在一格無人機 哇 全民氣啊 為什麼氣 要我們親民打好 我們沒辦法對空 然後到今天飛機下來的時候 我認為台灣這口氣大概也消散下去了 但我們從過去幾年的經驗 這過去20年來 我們台灣不管是在經濟 不管是在軍事 不管是在政治 不管是在民主 我們沿路都在往上走當中 當我們的狀況越來越好 對手就會越來越怕我們 特別是像今天 雖然是小小的一台無人機 但我們知道 我們台灣不是被壓迫的那一方 我們是有實力的 那就目前來說 只要全民團結 無論敵人的壓迫有多大 我認為這一關我們都過得去 好 國軍終於打下中共的無人機 來 于將軍 這也證實我們之前在節目上 呼籲國軍真的是要 要有這種魄力嘛 是他挑釁 飛進我們領廓的戰線 所以我們打下有理 那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後續呢中共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我覺得這兩天 其實我這兩個禮拜 罵國防部罵陸軍總部罵得很用心 其實我罵的時候 我心中在堂穴 你知道那是我的老 那真的是我的老東家 你知道 我上任何節目 從上節目開始 我都是幫國防部捍衛的 但這次我什麼要做 我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我知道 軍人有很多事情 如果沒有民意的支持 他是不能亂做的 那這件事情你要造成全民 對於這個同仇敵慨的感覺 國防部才師出有名 所以我覺得算邱國正部長 也是忍辱負重啦 被罵這麼多天 這一天真的大快人心 因為中國並不是一個 膽大妄為的國家 我真的千萬不要認為 解放軍很勇敢很厲害 勇往頑強一點都不是 他們是一個極為膽怯 極為懦弱 而且怕出事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如果敢 裴若西來那天就打了嘛 他不敢 所以就派民用的無人機 來騷擾你 來騷擾你的時候 他認為你國軍不敢打 他就把他排下來 用認知作戰來羞辱國軍 那這一次我告訴大家 昨天是開槍距離 今天是把他打下來 這件事情 對於中國的認知作戰 叫做重大打擊 為什麼你知道 但是我覺得要把那個 被極弱的無人機給他撈回來 撈回來把他晶片給解讀出來 然後把他極弱的過程 PO上網 我跟你講這樣才棒 所以我覺得國軍不是不願意做 國軍是不願意清起戰端 但是忍無可忍之時 就無需再忍 這就告訴大家 國軍是有所為有所不為 所以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給國軍弟兄真的鼓鼓掌 他們真的辛苦了 曹信誠那還有一份 對我們的全民的民心 有非常大振奮的用意 就是曹信誠 他啟動宣布實役 要保台訓練行動 而且他說要訓練出30萬名 平民的神射手 三年內訓練出300萬名 積極協助區域防衛的黑熊勇士 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認為曹董在打高空 我告訴大家 這是可行的 這是可行的 他實際在做 對這是可行的 為什麼我說30萬名神射手 跟300萬名黑熊勇士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就表示會涉及的人比較難培養 真的 因為黑熊勇士 他不見得是做戰鬥勤務 他可能是做戰鬥資源 他可能做勤務資源 他可能做傷患後送 他可能做火防相關的一些勤務 所以這些黑熊勇士 是幫助國軍 讓國軍更強大的 就是國軍的職業軍人 不要用在這些勤務上 我來支持你 可是這些神射手 神射手是補足國軍之不足 大家說槍藏哪裡 槍不用發 你說一人家發一把槍 不是的 因為這種狀況 是要結合全民國防的概念 我們現在叫招14天 把後備軍人全部抓去 叫招14天 連吃連喝連服裝 浪費多少錢 不用 真的不用 現在要把國外模組化的 拔場設施給引進國內 經過了一些調整之後 每一個那邊的後備軍人 或者是所謂的 相擁團練這一類的 由國防部核定你多少發子彈 一個月 我打個比方講 一個月打300發子彈 或200發子彈 你有這張license之後對不對 我去拔場設計 我告訴你 三個月打600發 那不變神射手也難 一定很準 而且我不需要去軍東 跟你一起生活 我不需要丟掉我的工作 或是辭掉或暫停我的工作 我只要找禮拜天 或是我休息的時間 晚上去把這兩天